一波三折的2020年大马教育文凭SBM考试 取得五年来最亮眼的成绩 社交媒体却流传了一份SBM评分标准表 声称一些科目只需要五六十分就能够考获A- 教育部澄清有关评分标准并非来自考试局 抨击此举已经是危害公共安宁 因此教育部在昨天晚上已经报警处理 马来文科考获至少66分就能收获一个A- 英文66历史及生物62化学64物理69数学60 高级数学的门槛最低达到50分就能获得A- 至于A加方面高级数学只需考获最低70分或以上 化学及物理则是76分或以上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高级数学如果考获超过15分 就算及格 这一份截图从昨天开始在脸书疯传 网民都在议论大马教育文凭SBM考试的评分标准 拉低的问题 最新上传截图的网民在贴文写道 难怪现在的孩子不断考获A等 并附上了学校核实被政治化的主题标签 教育部见状马上发文告以正视听 指网络流传的截图仿佛是2020年SBM考试 真正的评分标准 实际上有关评分不是出自考试局 这份截图已经混淆大众 尤其是家长合应考生 而且已经玷污考试局作为国家评估机构的 权威及公信力 甚至已经危害公共安宁 有鉴于此 教育部在昨晚十点半已经针对此事向警方报案 同时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图报 已展开进一步调查